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大家好我是怪物恋人自作人石本良山 你怎么跑另外一个背景里去的石川先生 啊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呢 都这么多年了你们就不要老实叫我石川先生了好吗 你看我们怪物恋人都已经到了这个世界二荒原了对吧 果然还是世界二 啊不得呸 刚才我嘴瓢这个就是怪物恋人荒野啊没有世界对吧 对你个头谁都知道这个是世界二 不是我好好跟你们说 不要叫荒野是世界二了 这个被我前东家听到不太好 好的没问题石川先生 好吧反正你们只要不叫他世界二怎么都行 我大概懂了 问题就是再也不求索尼爸爸当后台来 讲究的都是全平台同步 是的 我还在想这次会不会独占一年什么的 看样子之前订的每个玩家磕80瓶药水的这个目标是超完成了是吧 我还这个屁啊完成了一个个体力吃完就给我下线 甚至还有人舔这个病人问我什么三太子什么时候给你补偿几瓶回复药 我都听懵了什么叫补偿你给我翻一翻 你还笑要不是只有大佬资助 怕不是真的要做世界二来跟你讲 不是世界二有什么不好了 好然后都再一年是吧 不是挺好的吗还给你钱 给个屁钱就给你点这个引擎资源还有这个宣发什么的 也不是挺好吗 好个屁你知道我们卡普空以后的大政论是什么吗 平台独占什么的就好比是引证止渴 就这个卡普空ID了长痛不容短痛绑定完之后都是一家人 对最终时间跨别的联机 可可是我看好像少了一家吗 哦你说老人啊那玩个锤子 他们家那个破季呢我都不好意思往上移植 哦那就放弃一栋端了 一栋端一栋端不是给你出好了吗这个 哦这个就是一栋端 对啊你真的要是有m你就会去下会去买回复药守护我对吧 守护你还行 对啊否则我怎么拿钱让我这些员工这个天天给我加班了 日本加班这规定都两倍工资的 牛逼今天有加班工资啊这不是废话吗 当然你人拿多少两倍工资还是得开你的收明上限啊 嗯好吧所以他们说你这次收了这个中东大佬的钱是真的了 又是沙漠又是沙船的还把这次挨拨改的这么黑 哪里黑的这个叫拉丁美洲一好吗 古铜色健康皮肤你懂不懂 那隔壁这个黄毛白人妹子呢 这脸再下去就要跟这个地平线一样了 出个欧美脸怎么了啊 我们这次就是主打这个欧美市场的啊你服不服 所以到底融的是哪边资本的钱啊 啊这你就不用管了 为了配合我大卡普空大战略 怪物类人全球换策略是可不能换的 然后观众朋友被逼看黑皮 哦观众这点呢不用担心 尤其美工这一块呢我敢保证 绝对不会出现恶心到大家的人物舍美的 所以请广播观众朋友们放心 哦原来这样子啊 话说二号操作员先生好久不见了 还有三号操作员我们其实观众朋友都很担心 主要就是这几年呢我们都在独立的开发这个荒野啊 就是一直没时间做现象 让各位观众朋友们担心了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我们主要就是怕对吧 毕竟已经挥了一个对吧 不扯了我们再说说这次去上边吧 哦你这才想到啊 那有点什么东西呢 那东西多了比如说上次批语的时候呢 他们就怀疑我这个游戏画面可能不太好啊 于是后呢这次我让他们呢把这个效果开到最高 哦开到最高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就是最好画面了 哎没错效果全开 不会缩水 不会 何止缩水这个 哇 Bob的这个到时候画面最好一点 嗯这点确实牛逼的 哦话说刚才我看到这个画面上这个游戏当中这个这个 同一个场景啊 不同的在变化 啊对这就是我们这次新加入的这个环境变化系统 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活着的世界 在上一次这个宣传批语里面其实也提到了 哦那这个变化有什么契机吗 要点什么东西或者是干嘛吗 啊这个就相对于类似的正常的天气变化 就是还要关心天气预告了 这个区域什么时候要打雷下雨什么的要注意一下 是的 那这样做的话呢玩家的不可控性会不会很高 虽然一张地图可以重复利用了 啊这个你放心这种东西有一定的规律的 而且游戏当中呢会明确提示 懂了 然后玩家朋友们呢就是不停的骑着入行鸟 到到处在找对自己有利的天气 哪里开情人去哪里 下雨打热就赶快收衣服走人 我去我们必个这么高的一个系统 怎么从你嘴巴里说出来这么漏呢 还有我们这次的做技能不叫入行鸟 它叫露音龙 哦是种龙 是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种类的龙 懂了就是崛起的人狗现在可以飞了 飞是肯定不能飞的这个叫滑翔 对对对反正什么开放世界都得整个滑翔 你懂什么有个滑翔技能 这个玩家的在线游戏时间明显就翻倍 哦还有这种说法 对啊都是大数据分析出来 而且上期我们也提到这个做技能可以另外再带一把武器的 我记得就是强行再让玩家再联把武器 再次延长了玩家的游戏时长 对的而且这个整个换武器的过程的一切合成 哦可以坐在上边走边换了 何止边走边换还能边走边开枪 哇牛逼的这是重弩吧 对的这是吧重弩 而且我看到好像还能三连射 我靠这是什么新技能 还能这样一边移动一边射击着重弩无敌了 无敌不至于啊 主要这次我们想改良一下这个欧美皇家 这个之前反应的这个重弩机动性较差的问题 是的但是有一些特殊技能的还是得从上面下来才能用 啊懂了照顾新手 哎那上期这片头这个轻弩呢 轻弩嘛就是骑衬的时候 他这个移动速度能再快一点 那牛逼的我直接骑衬放风筝了 但下反了也很多技能用不了 而且近战武器同样也有骑衬技能 嗯我看到了就这跳起来一记横批啊然后没了 啊瞧你说的这么勇猛的姿势帅气的一刀 哎对只见跳出个十位数的伤害 不知道人还有有操处的大扫子给怪的膝盖上拍灰了 哈哈哈哈 我们这个是宣传影像呀对吧这个 而且你想等你实际游戏的时候 你可以把伤害数字关掉嘛 心理默念独孤九剑999 哦自己心理批个数字上去是吧 哎你别急啊 其实我们这次呢这个针对你们喜欢用大剑的人呢 做了非常大的优化 懂得把觉得大剑有问题的人优化掉就没问题了吗 哈哈哈哈不是的 我们这次做的都是正面优化 哦怎么正面啊 就比如你们大剑当以前经常碰到的原地蓄力被拐龙车的问题了 我们这次就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你看 正当一位大剑侠装逼失败倒地不起的时候 直接鹿一楼过来及时就走了大剑侠 避免着一次冒车 哦这也算优化 这不就是把翔虫起身改成了坐骑也拉你起来 但是起来之后你是直接进入骑行状态的 不算优化吗 可是等会再要攻击怪的话 还是得从上面跳下去啊 但是你多了一个可以调整节奏的时机对不对 而且你再想想 如果你这个时候收起大剑 拔起众奴 这个时候赢的人是谁 众奴呀 错 应该还是你们大剑党 听不懂了吧 不是怎么就赢了我们大剑党了 这是因为你还没有理解到我们这次双武器的真正奥义所在 什么奥义 你想想你刚才虽然大剑打不过 换上重弩通关了 但是你主武器用的什么还是大剑对不对 对啊 以往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只是一个憋脚的大剑侠 但是因为这次我们双武器的出现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兄弟们我主武器大剑过了 你这次说就是搞一把陶克武器当副武器 主武器用自己喜欢的 对啊 只要打过了boss 过关之前切回主武器 图片一截圈里一丢 谁会知道你主武器砍了几刀 副武器开了几枪 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牛逼的大剑侠 这不是燕耳斗铃吗 这跟这个关掉显示 心里面999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你不懂什么叫唯心主义 它可以最大化保护住弱者的尊严 所有人都可以大声的喊出 某某某武器打天下第一对吧 结果用的最多是陶克武器 但是就有可能这个玩家不会因为这个武器不强 流派太弱而去换掉自己喜欢的武器 只要他坚持用哪怕一局里面就下来砍一刀 这样日积月累下旧 朝一日他就可能找到感觉 然后慢慢变强 而不是单纯为了简单通关而把自己喜欢的武器 永远塞进了道具下 虽然新手跟巨老之间可能是一跟一万的差距 但是你一次也不用那就是零 一变成了零就等于是再也不会有可能性 哇想不到能从你嘴巴里看到这么有内涵的话 整个小剧场都被你升华了 我身体有点感动了 啊作为一个制作人这是我的基本素养 那老板不是上次开会说好了 在这个晃眼DLC的时候 等玩家朋友们都适应了两把武器之后 我们再给做击加一把武器上去 还做不做呀 啊你闭嘴 不是这个你要听我解释 这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满口牛皮 搞了半天就想让玩家多完几把武器 还跟我说什么 违心主义一个 把我的感动还给我 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滚 你干脆感觉强制玩家必须要重拾携带14把武器上战场 直接把怪吓死 这个思路的其实不是不行 哎对呢我们可以让玩家带14把重 然后一箭全弹发射 再开个PP名字再改成Mozahantvs就牛逼了 你们两个还闹 先加班很少是吧 你还有点说别人 我们这边最闹的人就是你 啊好啦这不闹 我们把最后个部分讲完啊 啊还有最后个部分 其实我们这次还新开发了一个叫集中模式 这什么东东呢 它是结合了这个怪物猎人世界里面 也不是有个锁敌剑吧 嗯是啊 那么在这次荒原里面呢 这个配合这个锁敌剑呢 就会进入一个可以瞄准怪物身上 各个弱点的一个模式 就比方说大剑呢在使用集中模式下呢 这个持剑的姿势会改变 哦从原本的竖着中段持刀 变成这个横向的这个上段持刀了 啊没错 而且在集中模式下呢 又有两种攻击动作 一种是进攻型 哎呦好像很猛的样子吧 是的它有一定的GP效果 怪怪我是在做梦吗 我们大剑的党竟然有有GP了 哦好像很帅的样子嘛 哎帅吧 而且成功之后还能继续跟招 啊这个才是我想看的呀 不过这个操作难度肯定是有一点的 没事只要帅都可以练的 还没完呢 在集中模式下还有个防御型 成功之后呢可以触发怪物对你的QTE 哦就是在集中模式下按防御就可以了 对的比起攻击型这个防御的话呢 判定条件会比较宽松一点 但是呢会对你的防御性能有一定的要求 啊我懂了 对操作游戏性的就是用自己的攻击 去打对面的攻击借力打力 GP判定成功之后呢还能追击 对的这个比较高手相一点 啊然后手三蛋就老老实实对防御性能 然后在集中模式下按防御 哎对的 然后三十几分钟打个怪 啊不用不用 我们这个是共斗游戏好不好 你不行吗 就这个上天一只剑对吧 然后五湖四海来相见了 对啊而且我们这次联机系统更加人性 更加牛逼 我看看摇了脸什么人 一个锤子 一个一个太刀嘛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众奴 那么这么一来呢 就可以专门安排一个角色 来跟怪物触发QTE 别的玩意就可以在边上打了 好吧 想不到进化了20年 大剑变成了一个坦克 别的有盾的武器都可以触发的 那没盾的武器是什么样子呢 没盾的武器呢 就不是一个防御技能了 比如说咒奴的话 在瞄准模式上可以放榴弹炮 有这榴弹炮挺帅的嘛 但是好像要续很久的样子嘛 但是不需要触发QP啊 这个随手就放 比如说哪里有个大剑侠 对吧 这个跟怪挡一下之后 你就可以放了嘛 那其他武器呢 其他的武器技能 怪物啊 还有一些新的机制什么的 等到这个6月8号 我们再重新重点介绍 好吧 对了 这个好演啊 这个到底有什么配置才能玩 那关于这点呢 我推荐给观众朋友们两个选择 一个是年底即将放出了 这个武林系显卡 对不对 怪怪这不是黄叔的电老虎吗 怎么就电老虎了呢 听说组上这么一台 两个小时就一度电 放在寝室里 直接没朋友了 可是你要考虑到 我们这个做游戏 这个优化非常的辛苦 这个大家还是尽可能的 把显卡弄好一点的嘛 我们优化可以轻松一点嘛 那也不至于5090吧 最低配置来一个 其实如果你不介意 这个最低画质 比如说这个720分辨率的话 其实很低的配置也可以玩 哦 马赛克恋人了 马赛克就是不太会了 就是这个帧数上不去啊 会闪退吧 闪退 每次闪退的时候 你有摸过自己良心 这个显卡 CPU主板 这个散样东西 多久没人起了 再不行 不是年底 这个说是PS5 破了个发售了吗 买不起显卡 买一台游戏机 总买得起了吧 可是新品基本上都溢价的 很多这个朋友 看到这个溢价 心里别提不断说了 你要怕溢价 就去收一台老的PS5好了 对啊 只要你不纠结 帧数 30帧肯定是有的 玩家朋友们啊 肯定价格啊 帧数啊 画面啊 都纠结了嘛 哦 要画面 要帧数 还没钱 马上就要暑假了 这个老老实实实打个工 怎么就这么难呢 那你想呀 这不是什么地方都有打工的吗 叛倒这种 还能说什么呢 赶快去村口看看 有没有活了 啊